說起不怕冷這件事 都是多得在澳洲讀書的那幾年 我記得我去澳洲的時候 穿長褲 長袖衣服 是一套藍色的 還記得 然後去到雪梨機場 我媽媽幫我拍照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澳洲 可能也有 如果由雪梨去坎培拉的話 坎培拉就是澳洲的首都 要不就是坐巴士 坐巴士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三個半 還是三個小時比較多 如果是坐飛機的話 就半個小時多一點就到了 其實離開機場好像沒多久 然後那些服務員就派粒堂 派一份三文治 然後就到了 到坎培拉了 坎培拉的機場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我記得應該是有澳洲的朋友 坎培拉的機場 在我離開的時候 我畢業之後去了幾次 那我都不覺得它是... 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是2007年 2007年 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它們是有裝修 還是怎樣擴建 我猜可能現在應該擴建了 因為那個機場實在是... 勢得挺重要的 雖然叫做首都的機場 然後我... 讀書的時候 我以為這家學校在首都 因為首都應該什麼都威過人 勁過人 原來就不是的 那個機場呢 那個機場就是拿行李的地方 只有一條輸送帶而已 我猜可能現在應該也有翻新了吧 那麼... 澳洲呢 開學的時候呢 就是二月頭的 那麼二月頭呢 在那邊來說呢 就是夏天 都還是很熱的 都還是很熱的 那麼... 那我剛才說的 我穿著長袖的衣服 還有褲子 還有鞋子 然後去到那個宿舍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一集 我就說我是住在學校那裡的 那麼... 然後我第一次是見到 認識 澳洲人 或者是在學校裡面的同學 大家都很friendly 全部都是T恤 短褲 梁鞋 我說這個不得了 我就... 我媽媽呢 就跟我一起去澳洲的 真的很好 跟我一起去澳洲 那麼... 聽聞呢 我妹妹呢 大家記得我有兩個妹妹啦 有一個妹妹就整個一年 那... 我妹妹就說 記得呢 我爸爸呢 是見到我入閘 跟我媽媽入閘的時候呢 就是... 眼濕濕的樣子 那當然我媽媽就是沒有這件事啦 她跟我一起去到澳洲 去到陳培拉 然後呢 就... 啊 我都... 確實是那個日子 要... 哪一天做些什麼 是怎麼樣 我記得了 就是 Check-in 啦 那麼那間學校呢 那間宿舍呢 就只有兩層而已 或者... 地下那一層呢 就是一些... 可以讓人 relax 的地方 有些小賣布啊 有些吃東西的地方啊 那麼我的那間宿舍呢 叫做 Ursula College 是... 有些像港大的... 有一間宿舍 也是叫做 College 的... 那麼... 有自己的標誌呢 那個標誌呢 就叫做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那麼然後呢 就有一個... 斜坡 那樣... 那麼大家... 可能有讀過地理呢 都知道 南半球的斜坡 如果畫出來的話 就會是向著... 左面的 那麼北半球呢 那個斜坡呢 就向右的 那麼... 這個是... 它的特色啦 那麼這一間 Ursula College 呢 就是幾間在學校裡面的宿舍之中呢 是最貴的 嗯... 嗯... 因為我實在是不想自己做的 其實我一頓都不想煮 那麼... 那... 那... 又很幸運 就是那時候是負擔得到啊 嗯... 嗯... 還有... 聽說呢 是全校最好吃的東西呢 就是在我的那間宿舍 那麼我記得 有一個師姐呢 其實大我兩三年那樣 我不知道歲數是不是她大過我啦 但是主要是她在裡面呢 宿舍就住了兩三年 就... 她就很好 幫我呢 拿行李呢 然後... 拿上我的房間 那個房間呢 我還記得叫做C123 然後我就覺得 嘩... 這麼好運呢 就是這個這麼特別的 room number C123 就在... 1樓... 1、2、3就是1樓啦 那個宿舍是怎樣的呢 很舒服 很小的 這樣就可以看到... 對面... 就是另一棟 總共有四座 那麼四座就好像一個... 長方形那樣是連在一起的 那麼中間呢 就有一個... 四合院 我覺得呢 一些六十年代的建築呢 其實是很... 很典雅的 就是它沒有一些很複雜的元素 那麼... 但是是很實用啦 是很多... 水泥的牆 是沒有修飾 沒有油油的啦 但是是很舒服的 還有這間宿舍呢 就是由羅馬的天主教 羅馬天主教的修女會呢 是去營運的 我最初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有很多他們的做法呢 我是... 不明白 那我是... 有點誤會了 其實也挺深的誤會 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進去呢 除了要給... 一年... 我忘記了是... 就是給了一年錢 你可以分一半給我 我不是很肯定啦 但是呢 中間呢 還要有一個叫做Work Scheme 那這個Work Scheme是什麼呢 就是... 要每一個住在宿舍的人... 每一個住在宿舍的人呢 都要有一個... Duty 有一樣東西要做的 那麼... 這些可以是... 素花園啦 即是素樹葉啦 可以是執拾那個... 遊戲室啦 即是有一個很小的健身房 也可以在餐廳執拾 當然包括洗碗 視乎組長如何分配 如果能分配到餐廳做的話 我們就要預早半個小時去修好水 其實裡面的廚房是很好的 就像酒店那種有一個大盤 大盤可以放一些髒的碟子和餐具 然後就有一個正方形就沒有了一邊 曲尺好像一個方形的C字 然後就把那些盤裡面的碟子 就一直推到用水沖的地方 完全是跟酒店那種一模一樣的 用水沖沖完之後 然後就推進去洗碗機那裡 洗碗機其實是挺好玩的 你看到裡面是怎樣轉 然後用一些高溫 好了可能完結了五分鐘 打開蓋子然後拉出來 那不然有些宿舍的同學就很隨便 看到這麼髒就不太想洗 其實應該要洗乾淨那些叉刀那些醬汁 洗好它然後你才放進機裡 雖然說機裡面有一些噴水的裝置可以噴走 但是如果你不是清掉它 我們吃東西也是一樣的 吃完之後要浸一下碟 如果不然你洗的時候要很用力 這些宿舍的朋友有些就很隨便推進去就算了 問題就是你一打開那個櫃子 很多蒸汽都跑出來 那就糟了 那些髒的醬汁 不是髒的 那些醬汁都乾了 糟了 更糟了 有些要拿起來看看會不會有些職 不合格就要再弄 那些鬼仔就很糟糕的 見到有職都不會說 省一下它又沒有 又再找水沖 那你沖十次 它蒸十次始終都在那裡 我想到處都有些人隨便 我們要有這些work scheme 那誤會是什麼呢 我就覺得 我想我從前對人很疑心 覺得他哪有這麼好的 因為有試過有很多次 好幾次 好像我不是這樣想的時候 原來就吃虧了 然後我媽媽也覺得又被人找笨了 總而言之是想別人不好的 但是在我讀 在澳洲這四年 我就慢慢明白 這個其實是自己想出來的 別人好不好呢 但是你覺得當然了 他們當然是沽寒 上宿舍的人去做這些家務之類的 可能大家聽我說這個故事 也覺得不可能 但是後來我怎麼知道 這是一個誤會呢 就是這間修女會 到了2003年的時候 2003年結束 就是學年結束 我們是11月中左右結束了 其實之前那一年已經 我現在還有 保持著那個修女 我們叫做principle 叫Sister Ruth 還有這個Sister Ruth 寫出來給大家的newsletter 那些newsletter 他還很有心 每一期都不同顏色 有時候是橙色 有時候是紫色 然後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宿舍有什麼要留意 其實他真的很好的 但是我就覺得 他當然是這間修女會 cheap 後來我就知道什麼 原來他為了 可以給一些宿舍的社友 我們去做這些家務 做這些雜務 他是要買保險的 保險多少錢我不知道 但是有賣保險 而我又不知道聽誰說 其實他們買保險 不會是十幾二十元 不是這樣 其實是一筆開支 然後到了2004年的時候 這個宿舍的物業 就不屬於這個修女會 他們就交給學校 這間叫做ANU 澳洲國立大學 我最初選擇這間學校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名字很威風 澳洲國立大學 經過你那些什麼Sydney Con 什麼Melbourne U 走到那邊 澳洲國立大學 說出來都口響一些 那麼就交給學校營運 那麼學校呢 就好像大家都有談過一個條件 就是怎樣可以給 好像說他們都想繼續營運下去 但是不知道學校有什麼條款 比較苛刻一點 可能要管著你 最後的名字就不能叫做College了 是很有意思的 真的在裡面是學到東西的 到了2004年的時候 就不同了 沒有了那些Works Scheme 什麼都不用做 不用 我們有什麼是 大家可能覺得 如果他等一下叫你洗廁所 難道你也要洗? 洗廁所真的有些工友去洗的 那些就不輪到學生去洗的 我們做的就是 就是剛才說過 打掃樹葉 洗碗、洗碟 這樣子的 那我就覺得 唉我真的誤會了他 我就以為他們這個修禮會很沽寒 為什麼請個人都不請學生做 因為別的宿舍沒有這件事的 這些宿舍沒有這件事的 或者不像我們那樣 我們有這麼貴 不是有服務的嗎 但是 我相信這是一個傳統 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在培養著 對住的地方的一個 歸屬感、情感 這件事就不能說 你要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你要很喜歡這個地方 很抽象的 那你怎樣一個人好地地 怎麼會 是不是 有其他地方的國際學生 我也是國際學生 那時候不是很多人 有十多二十個 你要他做得好 其實就是怎樣呢 就是 如果這個地方你有下過心機 當然你的前提是你要掃得很乾淨 你要當這是責任 但是也覺得做得好是對自己的交代 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的朋友 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或者在現在回想的時候 是有這個體會的 但是 我就明白了 那麼 現在 我不知道那個修女還在不在那裡 我是一個修女後來 到了04年的時候 他還特意來看我的畢業演出 現在回想起來 我都覺得很 很怯舊 很抱怯 你很多時候想別人想到 這麼壞 應該我要覺得壞的人 我總是提防不了 但是本來好的人 我就覺得他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可能也有 可能我就有五幅照片 先給大家看一幅 就是 有沒有看到 是啊 我的臉白了 我的臉白了 我隔壁的朋友 他帶我一年 可以叫做師兄 臉白了 然後還有唇膏 有唇膏 唇膏印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大家可想而知 如果大家記得我講過的故事 就是說 曾經我的一個小提琴先生 他為了想我記得 是按音呢 是按邊呢 他是拿一支很粗的 斯德樓 原子筆 我不記得是藍色還是黑色 還是紅色 紅色 然後捉住我的手 每隻手指都在那裡 不斷地打圈打圈打圈 我看到打完圈之後 沒多久就落筒 我看到自己的手被畫成這樣 我就覺得很淒涼 就哭了 想哭了 但是好像忍著 沒有哭過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應該都知道 我那一刻是 懷著一個什麼的心情 去拍的 我不敢看鏡子 那麼 大家看到那個日子 是03年3月2日 剛剛開學沒多久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就是 上次學校說每一年 就有四五場左右的音樂會 是很重要的 可以說是音樂學院的盛事 那在這個星期 就是要為了星期六晚 或者星期五晚 星期六晚的演唱會 有時星期日的演唱會 去練習 上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而演出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 那個指揮 是說需要 每一個人 大家後面看到一個女孩子 有一個鬼妹 鬼妹同學 她都是 她的臉是白了 因為我們拉這首歌 是一首白鷹的歌 那我這位先生 他不是小雷琴先生 他是教了哈布斯克 但是他很追深 從前一些巴洛克時期 甚至是再早一點的時期 那就是這位先生 對我影響很大 他就是跟我說一些Phrasing 要怎樣去收到很小 要怎樣去想Phrasing 向前 說起來 他之前大概十年前左右 好像沒有十年 就來到香港 是指揮小家鄉樂團的 那感覺真的很親切 你想想自己的先生 過了這麼久 竟然可以 還要是自己很喜歡的先生 可以回到樂團 那一刻我心想 大家不要介意 我心裡想我沒有表現出來 我心想你的同事 你懂什麼 這些就是我那時候學的 我記得我畢業的 那一年 04年 那大家在畢業 那你穿完袍 拍完照 那我就離開了 那我記得 我也是臨回來香港之前的幾天 那我就 畢業那一天 完了 那我就拍了一輛單車 就在音樂院外面 正當在解鎖的時候 這個 Dr.Lancaster Jeffery 我們可以叫他Jeffery 那是澳洲地方 就是不用叫Mr. 什麼 Mr. 什麼 那 Jeffery 就來 接著他就 跟我說 他說 就是恭喜你 畢業 那些 但是他就說了一句 他說 你什麼時候 需要用到我的名字 你儘管放心去用 你需要不需要記憶的 你直接 擠我這個名字 我都不記得我是怎樣 我現在 這麼多年說起 我都覺得是很 很難得 很感動 是一個這麼出色的音樂人 但是真的很好 不要說價不價 其實人根本是很好 我覺得我最有幸運的就是在澳洲 在坎培拉 除了學到音樂之外 另外一個人變得不好 變得沒有這麼偏偏 或者是想別人不好 在那裡的先生 我所認識的都是很像一家人一樣 是有這樣的感覺,而我相信在其他地方的音樂學院 可能會跟到一個教授,有時候教授是看不上眼的 他覺得你也不是最頂級的,他不會真的下手下腳教你 那麼多學生,沒有他的名字,想跟他 最後要跟他怎樣呢?就是一年可能見過幾次 其餘時間就是他們自己自修,或者是跟一些助手 可能助手也拉得很好,但是就不是說有機會讓你學到他的為人 我覺得拉琴,或者其實做什麼都是 你的性格,你的為人,對你最後出來的一件事是影響很大 你不可以是一個很壞的人,但是你做到最後做出來的一件事是很感動到人 是沒有這件事的 你以為可以做到,或者那些人以為可以做到 但是你細心聽,你就會覺得很膚淺 我很慶幸的是,我知道我要學這件事 我不是說是不重要的,那些是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更加難得的就是這種,大家好像很家庭一樣 我估計一個比較小的地方是會比較容易做到這件事 大城市,香港演藥學院,Sydney Conservatorium 是比較難的,他們不會說很重視,因為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會說當你家庭,我可以的話就盡量教你 然後大家看的這三張照片,就是2002年早一點的 就是這個剛才所說的院長,叫做director 就是去他家裡表演,為什麼會去他家裡表演呢 就是話說我們有一個project,就要去學校那裡 我們抓這個動物家連華,大家知道動物家連華有很多很出名的選頓 比如天鵝,還有很多動物,大家要穿到奇裝異服 我做什麼呢?其中有一首歌,如果大家熟悉或者知道這首歌 其中一首歌是跟呼嚨骨有關的 那我那時候就要,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好像保姆一樣的女士 她就特別照顧一些留學生,那時候留學生也不是很多 她就跟我去一些二手的地方,買二手的地方 找了一件黑色的長袖T恤,其實完全適合尺寸的 我抓的時候會凸了這麼多的手 然後她就叫她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些職員 一些女生職員,幫我在那件黑色的長袖T恤 畫了一些骷髏骨頭,然後好像褲子也有 褲子也沒有要,雖然黑色沒有要到 我讓別人看到,這個同學是扮魚,那個是扮什麼 我就是扮骷髏骨 那所以這個院長就有一點好像當是,不是答謝的 但是大家高興一下去她的家 那大家如果熟這個澳洲的地理呢 其實這個澳洲的首都叫做ACT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其實不是很大的 那她是被另一個州包圍著 是被新南威爾士州,New South Wales 包圍的 那麼這個院長住的地方 就不是屬於這個ACT 就不是這個首都圈,首都的範圍 她住在新南威爾士省裡面 那麼這些就是村州過省 真正的村州過省 那麼這張照片就是,這個是我來的 那麼大家也沒有看錯,那些真是鬍子來的 那麼這裡就是院長的家裡的外面 他外面不是一個花園仔 是好像一個農場一樣 就是你想想 在澳洲 是真的會令人眼界很闊 雖然只是一個環境上 但是去到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或者我們覺得 執著的東西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一回事而已 另外兩張照片就是她的家裡 另一張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她的家裡外面 我猜真的有農場 一望無際 一望無際 遠方看到有些羊 那我猜呢 冬天的時候 就是澳洲的冬天 大家不要小看 澳洲的冬天 尤其是坎培拉 其實是幾冷的 是很濕的 濕的 濕的 很冷的 那她又未至於下雪 有地方會下雪 但至少不是在坎培拉 我學校範圍也會下雪 那 就是你這樣看這張照片 你都可以想像到 哇 如果天寒地凍的時候 那些風吹過那些門 呼呼呼 還有她的房子是很大的 最壞的 我就沒有在她的房子裡面拍照 因為好像 唉 就是那時候 覺得自己 拍照方面要節省一下 如果不是太多照片拍完之後 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 害怕就以為 所以就沒有拍到她裡面 但她的外面 都已經是這麼大的 是很粗獷 是 有一間這樣的房子 那裡面 簡直是有地方 好像一個很長方形 這樣可以 真的開一個 一個謎理的 一個concert 院長的名字 女士就叫做Nicolette Nicolette 是一位很有軟健 是一位很能幹的院長 是很有魄力的 是很知道樂團的方向 很知道學校的方向 那時候她在這裡的時候 學校的士氣很高 但是她只做了兩年 兩年之後 我猜她因為知道這間音樂學院 是即將要合併 和澳洲國立大學合併 就是不可以再叫自己做 Canberra School of Music 就要叫做ANU裡面的 School of Music 只是你沒有了名字 就已經降了班 我猜她應該知道這件事 就覺得再繼續流下去 就會很受制作 所以她就走了 遲些有機會再說多一點 這個院長 一些故事 其實她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覺得她很兇 但後來覺得她很親切 什麼都是親力親為 我相信我先生未必很喜歡她 但我覺得她是OK的 我不介意那些人 是很嚴重 是很有要求 我覺得就是要有要求 你沒有要求她做什麼 是 你可能最初那一刻 你覺得好像很難相處 那你就自己做好一點 你沒有得自己做不好 然後又覺得別人 他這麼嚴重 我以學生的角度 我就覺得 我寧願和一些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人合作 就算我只是學生也好 如果一個院長是很有軟健 很有方向的 我覺得是能夠給予信心 反而你只有一個好人 你有很多決定就會做錯 或者你不應該做決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猶豫 這樣很不好 反而更差 後面那兩任的院長 我就覺得有點普通 現在很少人說踏實 因為很少人浮誇 拉琴也浮誇 指揮也浮誇 Soloist也浮誇 作曲也有浮誇 用上一些很... 噱頭的東西 畫畫可能是浮誇 拍照可能是浮誇 可能我也是 看人看得很負面 浮誇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 但是我覺得 在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因為這個社會 是打完仗 沒有什麼地方是真的爆發 大家都在這裡慢慢復原 很踏實 所以整個世界都是這樣 你看香港六十年代 建築 大會堂 一樣 比如說中文大學 也是這些水泥 是沒有什麼收拾的 音樂 我都覺得是需要踏實 你踏實的時候 你才可以把你的情感表達 是... 連接一些瑕疵去表達出來 我們不是去追求 好像聽CD那種完美無瑕 絕對不是 但是... 我們想讓人聽到的 是... 比這些技巧上的滿分 這些東西 不聽一次 很漂亮的聲音 完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看 從前的錄影 喜歡從前的藝術 是... 大家可能都是音樂發燒 都有聽CD 比如我最喜歡的 Amadeus Quartet 一對... 很傳統 很經典的 一個弦樂四重洲 大家可能覺得 他們的Vibrano 為什麼這麼寬 但是你聽到他們合作的那種東西 是... 這個是很難得 然後有... 我喜歡的... Bellenfield Harmonic 是... 卡拉洋 在六幾年代的時候 錄了很多套作品 上一集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的那兩隻CD Shostakovich 10 第十交響曲 還有Prokofiev的第五交響曲 我也不記得哪個故事 哪個故事 又說說院長 又說說宿舍 又說說宿舍 又說說... 就覺得他又要我們填 一個星期有哪些日子 可以做這些集務 有什麼時段不行的 那就要交給一個... 一個高年級的社監 其實都是同學來的 去分配這些任務 那我就覺得我在音樂學院 那我天天要練琴 那用什麼來編了我 要做這些集務的時候 那我就不行了 那我就... block了... 在那個表裡寫了很多時間 這裡... 由早上節紀念 你不用遇我 這裡... 每天都是這樣 那... 當然有後果啦 有後果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大姐姐 就是大我幾屆的 她負責編這些任務的 這個同學呢 她就... 編了我去 不知道星期一 早餐 那... 我就知道味道了 星期一的早餐 那... 為什麼知道味道呢 因為那時候... 是... 可以給人拿個碟 拿些晚餐 就回到房間吃 那它還很好呢 有一個膠蓋 給你蓋住 那... 也都有一些叫做Late Dinner 即是如果你寫... 一張紙寫到 我今晚會遲放學 但我不想錯過這一餐 你又要給錢的嘛 所以... 那你就有... 填這張方法 就叫... 廚房... 真的職員了 就準備Late Dinner給你 那... 就會一架車這樣推 然後就放進去一個... 細細的地方裡面 其實... 很大廈的 有得被人站在那裡吃東西 有兩個雪櫃這樣 那... 可以讓你盯上熱 那... 星期日... 對了... 星期一... 早上... 我還記得... 嘩... 這次呢... 怎樣呢... 因為在每一層 有一個很小的廚房仔 其實沒有爐沒有成的 只有洗手用 還有一個很小的雪櫃 那... 如果有些鮮奶啊 還是什麼呢 是很好的 是真的擠在那個... 雪櫃裡面 那... 那... 當然你不要一個人喝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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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有一盤... 一個大桶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些... 油漆的大桶 那些... 有一個手抽的 那... 然後呢... 就開了一盆水 裡面呢 就有一些... 嗯... 洗潔精啊 那... 就是等... 原意就是等那些人吃完東西之後呢 那... 那... 餐廳關了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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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來...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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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staba... 每一層 你要脫掉那裏就有一桶的洗潔精 就可以被人吃完之後就浸住它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人就沒有浸 真是很壞 看到那個桶滿了 他就不去浸 他不去浸 他又不找水洗一下他 坎培拉呢 外國呢 尤其是坎培拉是很乾的 濕度只有三十多 四十個percent 我可以在一間房裡浪衫 我可以在一間房裡浪衫 大家不要介意我講開一點 我就會開了普架 即是普架的妙用 普架的妙用 然後就在香港帶了一些衣架 不知道有八個還是十個 然後就掛在普架上 第二 我的朋友 馬來西亞的朋友沒有這個裝置 他們要逼著付錢 好像不用付錢 真的有這件事好 不需要付錢 是去用這個洗衣機和乾衣機 但是當然有個問題 就是會有人濫用 這些東西不用付錢 等會有人濫用 各個自律 但我就在房裡浪衫 浪完之後一晚 那些沙子硬得好像木板一樣 對了 剛才所說的那些碗 有些人沒有浸進去 有些人浸進去 第二天 我不記得是七點還是六點半 主要是早的 剛剛天亮 總是有很多雲 這樣就要開門 然後走廊當然是很冷的 走廊很冷 還要換好衣服 就要去拿著這些 你有夠力的 你就一次過拿兩桶 你沒有力的 你就拿一桶 拿到少許 拿完之後 當人家 好了 餐廳開門了 七點鐘還是七點半 開門了 人家就可以進去 有熱的早餐吃 是英式的早餐 有時候就是薯餅 有時候就是煙肉 有時候就是香腸 但是沒有得談 除了這些熱的早餐之外 還有一些粟米片之類 正當人家在吃這些粟米片 還未開始吃的時候 我和那組可能有三四個同學 就要去準備好準備妥當 例如要拿一個粟米片的盒子 拿出去 讓別人容易一點 因為平時是擠在一個空位 人家是拿不到的 或者難一點拿 所以要準備好這些東西 真是很會死 很多人沒有衣食 真是很討厭 沒有衣食 只剩下一大盤的食物 那些飯 那些汁 那些肉 那些水 不知道什麼顏色 真是冷的 真是很冷 要把手伸進水裡 那我的胃口 好 我就明白 這是一個考驗 但是不會因為我要做這個 這件事 我就弄壞自己 我不會 我仍然是做得好 冷而已 就插進水裡 如果我看到一隻碟洗得很乾淨 嘩 我就覺得都值得 那我就覺得我沒有對不起自己 我沒有對不起我媽媽 我也沒有對不起 我沒有對付香港人的假 我沒有對付亞洲國際學生的假 大家可能會覺得 嘩 為什麼你這麼老套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老套 但是 我有這些想法 之後 我們每半年 就要填一次這些錢 之後我就知道了 真的不要這麼壞 你全部挖住了 後來找了一個掃樹葉 掃樹葉就好像很簡單 其實哪裡都掃得了 一吹一吹就跌下來 其實只是掃了一些大的 但是你問我的話 原來我最掛念的 竟然是早上洗碗 天寒地凍的時候洗碗 這個經驗 SVVK說 欣賞是John Williams 沒有浮誇 其實是的 其實他真的很踏實 因為其實那個任務 他的任務就是要為這部電影 如果那部電影是很浮誇的話 他可能都要這樣寫 但是其實他合作 和他合作的那些導演 和那些攝影師 都是比較有童真 我猜這件事對他來說 是很能夠發揮 但是如果你不是踏實的人 你感動不了人 你不是以對方 他想聽到這件事 他有什麼感覺 他如果聽到Harry Potter的曲線 他不覺得自己真是在一個古老 一個英國 一個有魔法世界的英國 如果他給不到這件事的人 你用很浮誇的手法 你是做不到的 還有英國人本身 他不是一個浮誇的民族 大家知道他們的早餐有多好吃 他們不是一個浮誇 但也不等於其他地方的人 譬如他寫一些美國和美國有關的作品 他可以把美國這一個地方很好的一面 給別人看 即使你不是美國人 你都會覺得很嚮往這個地方 是很廣闊 是深無成苦的 是很樂天的 是很有希望的 我覺得應該是 我希望美國的精神 或者美國的作品 應該有這件事 是的 John Williams 其實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近來 近一兩年 John Williams 都被 維也納愛樂 是請他指他的首本命曲 那 我反而就覺得 Vianna Field 我一點點看不起 大家看看我講得對不對 我覺得 原來 John Williams 一早已經這麼出名 他有這樣的成就 他絕對可以登大瓦之堂 絕對可以登大瓦之堂 但是 維也納愛樂 去到現在 現在 Vianna Field 到現在 才邀請John Williams 去指揮 我覺得其實他們是 你可以說他們的鼻子很大 但是比較起來 John Williams 沒有所謂 他一把年多 他不是很在乎那些什麼 什麼錢 他只是收盤權 我猜他都真的 真的 完全不用想這件事 但是 你想愛子就好 他仍然是很感謝 去看他演出的觀眾 我不知道在台上的樂師 是怎樣去看John Williams 我覺得歐洲人 對美國 其實是有少少 都有少少一個 自負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SBVK 你覺得 是不是 在這個這麼殿堂級的音樂廳 讓你在這裡拉 Star Wars 即是他可以拉得很好 Vianna Field拉得很好 但就不是London Symphony 就算你說很久以前的錄音 不是London Symphony 不是Boston Pop Orchestra 不是那種 希望大家這個星期過得好 也都希望 接下來這個星期 過得開心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退後一步 活一生氣退去 千萬不要太上心 工作的事情 盡量做好它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的價值 就不應該是 不要完全放進去 那份工作 因為是很多東西的配合 看看上司和你有沒有緣分 你和那間公司 和你有沒有緣分 就很難 是一個人 做到的 我們都是盡量做的 我自己也是 很多謝大家今晚留了這麼久 我是一集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晚安